宋徽宗宣和三年 唐州城内金县武统南西 现场调查毫无线索 死者身份成迷 可就在百姓猜测此案 将成为一桩悬案之时 却突然有人前来认识 并声称死者丧命 是源于一只花梅鸟 那么人为何会因鸟而死 神秘失踪的头颅 与不知去向的小鸟 又在何方 围绕着这桩离奇命案 而发生的种种神秘事件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系列节目 一鸟害其内 浙江传媒学院杨吉 为您讲述 无仇难失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讲的案件 叫一鸟害其命 这是一个诗构的故事 取材于中国明代文学家 冯梦龙编撰的白话小说 《御世明言》 《御世明言》 原名古今小说 又称全项古今小说 它根据之后出版的 《警示通言》 《警示横言》 并称为三言 后来林梦初 在《三言》的影响下 写了《初课拍案惊奇》 和《二课拍案惊奇》 称为《二拍》 《三言二拍》 是中国古代成就最大的 白话短篇小说集 有观众会问了 这么多故事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讲 一鸟害其命呢 我认为啊 这个故事 情节曲折 案情离奇 但主题深刻 除了写进人心险恶 与事情交迫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外 更重在 劝人向善 教人学好 同时啊 我们还可以 借由他了解 宋朝的司法制度 可谓是一举多得 那么 既然讲一鸟害其命 有人会问了 什么鸟这么厉害呢 能够一连 害死七条人民 这说起来啊 得是宋朝徽宗 宣和三年 在我们杭州城里边 发生的一个人民案 那么 这个案子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还得从一个 挑粪的老人 叫李老汉的说起 李老汉啊 每天要到杭州城里 去挑粪 李老汉挑着单子 进城 挨家挨户收集大粪 然后挑回家去 东去春来是天天如此 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呢 都会经过武林门外 一个叫柳陵的地方 休息片刻 要说这个柳陵里啊 有个凉亭 亭下有条小河 北面呢 是柳树参天 绿草遍地 风景是特别的美丽 这天 李老汉来到此地 就直奔那个凉亭歇息 但就在这时啊 他发现北面 不远处 有个年轻小伙子 躺在草地上 李老汉一开始也没在意 以为人家呢 也是跟自己一样 不过是走累了 躺下来睡个觉 休息一下 但后来觉得 有点不对劲了 现在已经是早上 九点的时间了 怎么会有人睡在那里 而且还一动不动 没有响声呢 出于好奇 李老汉上前一看 凑 差点吓得是魂飞魄散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这不是有人在睡觉 而是一句无头的死尸 此时的李老汉不知所措 只会一个劲的叫喊 歇斯底里的 大白天的在路边出现一句无头打尸 这卓实让人惊恐惨恨 被吓得失神的李老汉 在路人的提醒下 向衙门报答 让李老汉和太热闹的路人 想不到的事 这一次的报案 竟然是日后一系列命案的开端 那么报案 咱们会报出新命案 事情还要从当地支县 带人厌尸 开始说起 没过多久 当地支县就带着一群牙役 和一个辅佐来到了现场 牙役呢 是兵分两路人马 一路负责为常 现场的秩序 一路呢 在周围四处的寻找人头 而武座呢 简单讲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医啊 他通过勘验 发现这是一具男性尸体 年龄呢 大概也就在二十上下 是个小伙子 从血迹的凝固程度来讲啊 估计也就死了两个时辰了 那么也就是四个小时时间 那么从身上的绸缎来看呢 这个料子啊 也是属于上层的 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家 而且浑身上下 没有一点伤痕 诶 这一点让支县觉得不可思议了 如果说这是仇杀 财杀 诶 两个人总有搏斗 怎么胳膊手背 什么痕迹都没有呢 而且衣服上也没有明显 拉扯过的痕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再看这身打扮 肯定不是来自一个 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呀 这到底是哪个 富贵人家的公子呢 好 我们再说说现场环境 这具无头男尸所在的草地啊 根本就没有被压过的痕迹 这充分说明 在案发时 没有很多人在此争斗过 但如果说是在其他地方被杀害 抛尸自此的话 也没有相关的朱石子马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支线是越看越奇怪 就在案发的两个时辰前啊 天也就刚刚蒙蒙亮 在这个地方 有个富家公子被人杀害了 脑袋被人割去了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这些衙役们都没有找到这个人头的下落 身为支线 觉得是事态重大 当即写了一份公文 向他的上级机关 也就是临安知府汇报情况 临安的知府啊 叫许仁 他拿到承门一看 大吃一惊 老实讲啊 直当知府以来啊 是办过大案要案无数 但至今也没见过这样的奇案 所以许仁当即带上一帮人 名罗开道 赶到案发现场 与支线会合后 许仁听取了支线 关于现场勘验 尸检结果等汇报 后来啊 又听说是一个挑愤的老人家 首先发现案发现场的 于是就想跟这位老人 谈一谈 了解一下情况 来到了梁亭 看到啊 还惊魂未定的张老汉 知府许仁 先是一声安慰 然后就问起经过来 这个张老汉就把自己 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会在柳林里 是怎么发现这具尸体的过程 是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从回答中啊 许人察觉不到 有任何有利于案情调查的信息 只好作罢 然后转头就跟支线说 能不能确定 这具尸体就是柳林里一带的百姓的 支线思考了一下 回答说 柳林里这个地方不大 也就二三是户人家吧 他都认识 这具尸体一定不是柳林里这带的 而且至今啊 也得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杭州城内金县无头男师 初步调查之后 辞责身份依旧成迷 那么在缺少有效线索的情况下 这个案件该如何争破呢 一位认识老人的出现 能否为案件调查带来突破口 一番老泪纵横的供述 又怎会成为揭开一连串离奇死亡事件的 海端系列节目 一鸟害七命 浙江传媒学院杨吉 将继续为你讲述 无头男师 宋归宗里面 杭州京县多宗起案 无头男师案 药商被杀案 兄弟未赏金是负案 这些离奇案件竟都已知 网民鸟有关 七人命犯黄泉 是鸟的错 还是人为恨货 官员草率审断成冤案 是官员无能 还是命无隐形 系列节目 逆鸟害七命 法律奖行文师版正在播出 城里出现了人命案 可是没有义证也没有物证 甚至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 面对这样的案件 当时的调查官员很无奈 虽然无奈 但是案件必须侦破 于是他刚机立断张贴告示 希望有人能来认识 借此找到线索 而巧的是 告示刚贴出去 很快就有了回音 认领尸体的人来了 那么这个前来认识的人是谁 他的出现 能不能给案件侦破 带来进展 眼看着案件的侦查线路僵局 知府许人当即决定 即刻在杭州城公布公告 内容大概就是啊 柳林里发生命案 有一具无头的男性尸体 望知情者积极提供线索 就这样 兵分两路 一路呢 知府许人留守现场 一路支县安排人员全程发布消息 正所谓 山崇水赴遗无路 柳暗化明又一村 随着消息的传开啊 一条重要线索浮出了水面 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出现 让无头死尸的身份 很快得到了确认 那么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决定对外公布案情后 仅仅过了一个时辰 也就差不多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左右 有一个老头 年纪五十上下 急急忙忙跑了过来 拼命的就挤进围观的人群中 看其神色是特别慌张 牙医们一觉得 有个陌生人闯进来 那还了得 你就不是随便的要破坏现场秩序吗 于是向前想去阻拦 各位 这个突然闯入的老人是谁呢 他想干什么 他会不会是知情者呢 这一幕被知府许人看到了 他下令下面的手下不要阻挡 放老人进来 只见这个老人啊 分开人群来到无头死尸根拳 一把扑倒在尸体上 大哭起来 说 儿子啊 你死得好惨 谁这么狠心把你杀害 你让我和你娘以后怎么办呀 老人是悲痛欲绝 气不成声 但仅仅过了话 他突然停止了哭泣 站立起来 四处张望 然后抬头朝柳树上看去 说到鸟呢 鸟呢 这只鸟去哪里了 鸟到什么地方去了 然后再转身 眼光落到这具尸体上 又哭了起来 说 孩子呀 我说过这只鸟 迟早会要了你的命 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吧 说完 又嚎啕大哭起来 哭得是撕心裂肺啊 大家都为这位老人的举动 感到失精不足 既然是具无头尸体 为什么老人一眼就能认出是自己的孩子 而且让人更加奇怪的是 老人为什么要找鸟呢 而且还说是鸟把他的孩子害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眼前种种的奇怪事情 知乎使人又会怎样展开调查呢 这时许人呢 给手下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 领这位老人过来 他要仔细地审问 老人来到许人面前 许人呢 抛出了一眼缠的问题 你信什么 来自哪里 你凭什么断定这具尸体是你死去的儿子 又在找什么鸟 为什么说是鸟把自己的孩子给害死了 要老人不要隐瞒 从速捎来 老人磨了把眼泪 就开始讲起家里的情况 原来老人啊 家住杭州城武林门外北新桥下 姓沈 名叫沈玉 今年54岁 有个老伴 叫颜氏 老两口呢 就这么一个孩子 名叫沈秀 今年18岁 还没有娶其成家 他们一家呢 是东京几户靠此为养家糊口的手段 那么什么是几户呢 这个啊 就是当时朝廷里要穿的衣服 绸缎 都是靠他们苏航当地给支的 沈玉他们家呢 是靠制造绸缎来赚钱的 要说这样的家庭啊 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勉强度日 哎 总过得去的 这个叫 笔上虽然不足 笔下是绰绰有余 老两口呢 就这么一个儿子 从沈秀生下来啊 就是叫声惯痒 尤其是妻子颜氏 对儿子更是溺爱过度 这么说吧 如果沈秀要心情 就一定不敢给月亮 沈秀呢 身性调皮 小时候呢 送去念书 没多久呢 就被老师送回来了 而且声明不再收留这个学生 理由是啊 这个沈秀顽皮道根本没法管 也不好好念书 压根儿就是班上的一个海群吃马 沈玉听到 发怒啊 就想打骂孩子 可是还没出手 就早已被妻子严氏 给保护得严严实实了 说到沈秀呢 他从小有个毛病 什么病呢 叫小肠膳气 一发作起来啊 肚子是疼得要命 满地打滚 有时候呢 还会口吐白沫 老两口呢 每每就吓得 是惊慌失措 所以沈秀啊 也是鬼机灵 抓住这个机会 凡是日后 父亲要打骂自己 就装病发作 在地上先打滚 然后呢 在这个铺垫 拓摩 然后呢 救兵 就是他的母亲 严氏 只要严氏来 沈玉一定没法好好管教儿子 大家可以想啊 在这样的环境下 沈秀 根本就没有得到什么好的教养 从小是游手好闲 随性惯了 不过呢 沈秀有个爱好 就是特别喜欢玩鸟 什么百灵啊 喜鹊啊 他都喜欢 为此啊 还专门拿了一个房间 用来养鸟 买鸟是要花很多钱的 为此呢 沈秀呢 是没钱了 就问父亲沈玉要 沈玉不给 沈秀呢 就装病 来博取母亲的同情 然后让其母亲帮忙游睡 买了很多鸟后呢 自己只负责玩 不负责养 平日里的打扫啊 喂养啊 都让父亲沈玉去干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沈玉除了平日里 要应付自己的工作外 还得去捉虫子 帮儿子喂鸟 对于这么个不正业 深信顽劣的不孝子 街坊邻里啊 暗地里都给他取了个魂名 叫什么呢 叫神鸟 有天啊 沈秀回到家中 说之前的鸟 他都不要了 但紧接着 伸手问沈玉 要八两银子 要钱干什么呢 沈秀回答说 买花没 沈玉气不大一出来 家里都这么多鸟了 也有花没鸟 你竟然还要再买 而且还要花八两银子 这么多的钱 这我得知多少的筹断呢 沈秀看着父亲不答应 于是呢 就顾忌虫师 开始往地上一躺 吐点白墨 母亲严实一看 担心宝贝儿子的身体 于是就下命令 让沈玉陪着儿子去买鸟 没办法 沈玉只好言听计从 最终给沈秀又买了一只 他看中的花没鸟 与此同时 也把家里的其余鸟都给卖了 换了些银鸟 沈玉原本以为呢 家里只剩这一只花没鸟了 应该能清静些吧 可万万没想到 这只花没鸟呢 确实很激烈 会模仿各式各样的声音 而且叫起来是特别的好听 这让沈秀啊 是喜欢的不得了 这里还有个背景要交代 过去啊 南方洋鸟和北方的是不同的 花没鸟呢 不但叫得好听 而且还可以用来赌博 找一个地方 两个洋鸟的人 将自己的花没鸟 放进一个笼子里 然后看两只花没鸟之间互掐 胜者王败者寇 可以猜测结果来下赌注 沈秀喜欢鸟 一呢是为了把玩 二呢也是为了赌博 沈秀在外面啊 这个赌 做父亲的神域 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后来呢 偶尔从邻里听到了消息 是火冒三丈 回去后就要教训教训儿子 结果呢 又被妻子岩氏给拦住了 妻子的说法是 自己就一个儿子 不就赌点钱吗 而且没怎么输 儿子喜欢就让他去吧 反正家里也不差这几个钱 再者说了 如果把孩子打出毛病来 以后谁给沈家传宗接代 又是谁给自己老两口送中的呀 就这样 沈玉是无可奈何 知道自己是再也管教不了这个不孝子了 他只是傲丧地叹了口气说 这只鸟啊 迟早要闹出是非来呀 老汉沈玉 他来认识 无数儿子的死亡肯定一只珍贵的花美鸟有关 那么这只鸟究竟去了哪里 平日离于沈秀形影不离的爱鸟 此时却突然失踪 是否还暗示着什么 这时又有一个疑问扶上了知福许人的信封 老汉沈玉究竟是通过什么 认定死者就是自己的儿子沈秀的呢 系列节目 一鸟害七命 浙江传媒学院杨吉 将继续为你讲述无头难失 送回宗年年 杭州京县多宗起案 无头难失案 药商被杀 兄弟被赏 金士富案 这些离奇案件竟都与一只华美鸟有关 欺人命犯黄泉 是鸟的错 还是人为恨货 官员草率审断成冤案 是官员无能 还是另有隐形 系列节目 一鸟害七命 法律奖行 文师版正在播出 沈玉是边说边哭泣 他对许人说 妻子对孩子可谓是溺爱到了极致 家里条件一般 但给孩子吃的穿的一定要好 所以他穿的只是普通的绸缎 而给孩子穿的却是上等的供端 就是要朝供的段子 这个段子都是他自己知的 所以一眼便能看出来 所以占据尸体一定是他孩子沈秀的 沈玉又接着回忆道 今天一早啊 孩子啊 他的这个小肠扇器有发作过 他呢 就让他不要再出去玩了 可是沈秀不听 执意要去逗鸟 所以是拦也拦不住 眼看呢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按照往日的习惯啊 沈秀也应该回家了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来 家里正焦急的等待着 于是妻子严氏呢 就让自己出来去找找儿子 半路上啊 听说柳林里发现了一句无头死尸 他怀疑是自己孩子的 就赶紧过来看看 没想到还真是沈秀 所以这才说出是那只花眉鸟 害了小儿的性命 现在花眉鸟不见了 孩子也死了 让他无所适从 沈玉哭着要让知府 许人为他做主 找出真凶 以告慰沈秀的在天之灵 说完了是止不住的磕头 听完沈玉的讲述 知府许人献住了什么 他怀疑这起凶残的无头男尸案 是为了抢夺那只花眉鸟引发的 沈秀酷爱斗鸟 很可能因此单若是非 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那么这个推理能否成立呢 使人私来讲去后 终于下了决定 既然此案与鸟有关 获案不如就从这只花眉鸟入手 这起无头死尸案 有可能是为了这只花眉鸟 屠才害命 也有可能是沈秀自有了这只花眉鸟以后 是坟堵必赢 得罪了一些人 所以有人来打击报复 可问题是 如果是冲着花眉鸟来的 那么把鸟拿走就好了 凶手为什么还要把人头拿走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管怎么样 现在无头死尸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当务之急 就是要尽快急拿凶手 许人下令 分住城门全城搜索 凡是有花眉鸟 或者是装花眉鸟的鸟笼的人 一律扣留盘查 而且责令十天之内必是抓到凶手 在随后的十天里 一场浩浩荡荡的巡鸟行动 在杭州城展开了 知府命人在城内展开了地毯似的搜索 可十天过去了 有花眉鸟有香类似鸟笼的犯罪嫌疑人 找到了不少 可已经沈玉的当面确认 鸟和鸟笼没有一个是他们家的 也就是说 搜查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工 另一方面呢 沈玉回到家中 而认识的经过案件排查的结果 跟严氏这么一说 这个妻子严氏哭得是伤心欲绝 昏过去好几次 沈玉呢也止不住的埋怨 子泽妻子 这个惊天的下场都是严实给灌出来的 就这样 两夫妻一边经历着上子之痛 一边呢又不停的相互埋怨争吵 事情又过去了半个月 眼看着官府那边啊 是没有任何进展 沈玉呢 与妻子商量 叫既来之则安之 儿子呢平时缺乏管教 以致招人杀害 现在凶手呢也找不到 但总不能让这个无头死尸 就这么躺在棺材里吧 退一步讲 哪怕保个全尸也好 也好尽快路土为安 有句话说得好 重赏之下必有勇付 两夫妻一经这么商量 就打算干脆出个帖子 告诉四方君子 说啊 谁要是如果找到沈秀的头颅的 赏钱一千块 如果谁能找到真凶的 则赏钱两千块 谁知 告示一出 整个杭州城都轰动了 同时啊 令沈玉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告示公布后的十来天 竟然有两个人来到沈家 说沈秀的人头找到了 究竟这两个人是谁 这个人头真的是沈秀的人头吗 这背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各位观众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法律讲堂继续讲述 谢谢 儿子惨死 头颅和心爱的话美鸟一定消失 过去沈玉悬赏后 不久有人登门献上儿子人头 这人头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 儿子下葬后 沈玉却在京城变凉 看到了那只幽诗的画眉鸟 这鸟怎又来到了京城 在下期节目中 浙江传媒学院杨琪 为您讲述 又见画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